我们是台肥集团旗下 台湾海洋生存水公司的代表 我是台湾海洋生存水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副总 庄崇国 我是台湾海洋生存水公司 营业处 许慧娟 台湾海洋生存水公司 设立于2006年 它的实收资本额是2.57亿元 那它是过去国营事业 那现在目前是股票上市公司 台湾肥料股份有限公司 100%持股的一个子公司 那希望能够透过海洋生存水 带给全人类健康跟幸福 而且海洋生存水 它可以做多元的一个运用 像我们在海洋生存水的原料 都可以运用在美容 保健 保养 清洁等等产品上面 然后另外我们公司有在 利用它的低温 营养 跟洁净的一个特性 来进行早霞的一个养殖 那这些成果的展现 都在我们 台北有一个花莲海洋生存水园区 那我们台北花莲生存海水园区 它园区是位在花莲七星潭的南段 它的整个园区的腹地 总共有46公顷左右 那它是亚洲目前最大的一个 海洋生存水园区 那它园区里面有包含 利用低温冷房的运用来进行 整个空调设施的一个节能作用 另外就是里面有各项海洋生存水的一个水品 跟农缩液的一个制造生产工产 另外我们也透过海洋生存水来进行虾类跟枣类的一个养殖 那另外还有海洋生存水的休闲观光体验 所以我们也非常欢迎爱多美的各位会员们 有空都可以到我们园区来走走 这些年来呢 其实台北集团投入非常多的人力跟物力 在建制海洋生存水跟研究方面 那我们也请副总来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在海洋生存水取水工程的一个部分 好,那我们台海公司在整个花莲地区的 这一个海洋生存水的一个部管 我们是委托日本潜田营造用专业的工法 来进行整个深海的一个部管 那我们总共耗时了两年的时间来完成 那整个的取水管场总共高达4950公尺 也就接近5公里的部分 那另外我们是深入海平面下662米的深海 那我们每天的取水量高达了2400一吨 也是世界级的一个取水工程 那这整个精密的部管 我们当时是采用环保绿能的方式 我们采用了宏西管的一个取水方式 减少了动力上面的一个消耗跟损失 第二个我们在近海的部分 我们是采用浅盾的方式来做埋管 所以我们没有破坏近海的一个生态 另外在远海的部分 我们是采用浑泥土配块的方式来进行整个一个部管 高达到海平面深度以下就是662公尺的一个部分 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世界级的一个取水的一个工程 那除了在布管工程方面是这么的精密以外 还有工厂的专业生产的部分 我们也请副总来继续帮我们讲解 好没问题 除了刚刚所提到的 我们委托日本潜艇营造来进行严谨的部管之外 我们针对原水水质 我们也进行了24小时的监控 那这个监控的部分大概包含了五大部分 一个是出水口的一个水温监控 另外还有溶氧量的监控 还有电导度的一个部分 另外就是针对酸减值 也就是PH值的一个监控 最后我们有针对固体的全服务跟着度 来进行24小时的监控 那在我们的整个生产工厂里面 我们是采用最先进的一个生产制造设备 包含我们在美国的部分 我们是引进UF跟RO的一个过滤系统 另外在日本的部分 我们是引进了低温真空减压的浓缩系统 那在意大利的部分 我们引进了冷充填线跟板式的热杀菌机 另外我们工厂也有五大认证 包含了ISO22000的认证 另外有HACCP的认证 那再来就是经济部标准局的一个VPC 也就是662深海的一个海洋生成水的一个认证 另外就是针对食品良好的一个卫生规范的GHP的一个认证 在台湾的部分我们是取得了生成海水的一个浓缩液的一个制造方法 那另外我们在中国大陆也取得了两项的一个功效的一个专利制程 第一个就是包含了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的一个深层海水浓缩液的制造方法 那第二个就是深层海水浓缩液用于减少肌肉组织损伤的一个食品应用 然后另外呢我们针对杀菌的部分呢 我们也特别运用了高温煮沸的一个方式 让人更安心来做一个饮用 然后在过程中没有加入任何的氯臭氧这些化学的杀菌剂 也不会影响到那个水质的口感 那另外呢我们的杀菌的一个效能也经过国内知名的单位去做验证 是产品是相当的安全可靠的 花莲太平洋外海662米深处 我们抽取海洋深层水上来之后呢 我们再经过层层的过滤 透过RO系统然后把它分离成RO水跟浓岩水 那浓岩水我们会使用刚才讲到的设备 低温真空减压的一个浓缩方式再次的浓缩 然后分离出来深海盐跟我们所谓的海洋深层水浓缩液 所以这个海洋深层水浓缩液呢 它里面富含了70几种的矿物质跟微量元素 是对人体的生理健康是相当的有帮助的 海洋深层水浓缩液这个是新兴的原料发展以来 大概只有30几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为了验证这个原料的一个安全性 我们特别把它送到美国FDA去做一个认证 我们的海洋深层水浓缩液 在2018年呢也通过了美国NDI审查 就是它可以添加合法的添加在膳食营养补充食品当中作为原料 那它的安全性的是已经被美国FDA认可 然后这些资讯也都可以在美国FDA的网站上面都可以查询得到的 在国际上已经发表了15篇的专业期刊论文 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海洋深层水浓缩液 隆登国际知名的学术刊物Cancer Medicine的封面故事 那里面主要是说到饮用海洋深层水是可以有效的减少肿瘤发生率40% 那另外呢其实我们其他的篇的论文研究也针对 代谢症候群的一个改善 然后还有提升运动表现 延长寿命 然后甚至女生最在乎的 普质疏收收 心血管疾病还有肿瘤发生 还有甚至在于 肌肤的保养各方面 其实我们都有很广泛的很完整的一个研究 那这些资讯都可以在网路上被查询到 那对于水质的这一个部分的检验 是不是可以再说明清楚让消费者更安心呢 这几年来呢 财团法人实质中心呢 他都有针对水质定期的每年做一个检测 那他主要是针对于农药、辐射、维生物、重金属 这等等的去做一个安全性的检测 那在检测报告上面可以显示出来 我们的原水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另外呢我们公司其实每年也都会将这个水质的检测部分 去送SGS定期的做一个检测 那我们的母公司台肥花莲厂的部分呢 从我们开始取水以来民国96年到110年呢 我们也都每年会固定把这个水送到单位去做一个检测 然后也都是没有安全无语的没有问题 那谢谢各位今天的聆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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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